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嗨我是羽翼之兔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來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今天是比較屬於那種寥寥的影片 有時候逛逛社群的時候啊社團啊 你就會有一些idea 然後來去想 我原本來是沒有想要做這一塊的 怕得罪別人啊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題材 也可以把它講出來 就是你呀在續約的時候 約快到的時候 有時候客不會打電話來給你 然後都會跟你說 欸你有一些折扣啦 但這些折扣真的是折扣嗎 小心 會被騙喔 好今天就在聊這個 喂請問是王小姐嗎 是我是王小姐有什麼樣的事情嗎 欸你的合約快到了 欸我們目前呢有一個方案叫做可以 折定你的通話費的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呢 對你蠻優惠的 因為我看你現在的 通話費都是多少多少 那你這個啊 用了這個通話費了之後啊 你的 這個金額就可以降到多少多少多少 喔可是我的合約快到了耶 這樣子會不會延長到我的合約 因為我有想要續約買新的手機 這個方案會不會延長到我的合約呢 不會的不會的這個不會延長你的合約 這個只是因為你是我們老客戶 然後所以給你的一個優惠方案 這個優惠方案呢 是有人數上限的啊 真的不會延長合約嗎 啊不會的不會的 不會被延長到合約 內容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就是大同小異的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反正就是有一個專案 然後告訴你說 因為你是這個專案的 大概會有什麼名義就是 VIP啦 或者是你有符合這個資格啦 所以你可以得到的這個優惠 那我那時候得到的這個優惠叫做就是可以折抵通話背的 這一個優惠 那因為到時候我合約快要到了 所以我特別 三次的去問 再次三次的確定 這是不是會延長到我的合約 對方跟我說 客戶跟我說不會 三次確定 不會延長合約 結果呢 我合約快要到了 所以我要去 續約那時候我記得我是去 傑森通緒 也是他們幫我處理好這件事情的 他 幫我續約的時候才發現 你的約還沒有到啊你的約還有 一年的約 我傻眼說 沒有啊我明明合約就是簽到這時候為什麼會被 他說 你有一個通話背的那個折抵方案啊你被延長被續約了一年 我當場傻眼我跟他說 我一定跟客戶再次的確定說 這是不會延長到我的合約的 然後 他們 這種處理這種事情 他們也知道 然後所以他 打電話幫我去處理 然後 客服還是那種耍賴的那種態度就是不想處理的態度啊 就說 我們都一定有告知你說這個是一定會有 欠一年的合約等等的這樣子的問題一定都有告知你們啊 因為我那時候一定很明確的告訴你們客服說 我就是要續約我要買新的手機 所以我不希望 合約被延長 然後我也再三的確定說這個合約會不會被延長 他們就一直在那邊鬼打想說啊這個我們都一定 有告知啦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後來是 那個 傑森通訊的店員幫我 處理就是說 叫主管出來 才解決 那主管的意思是說我 之前的那些優惠方案我必須要繳回他們那些就是 差額就是 我被摺底的那些我還要付出的這些東西 然後我才可以解決掉這個合約 我當時就很傻眼 然後媽其實那個要去增是可以增的但是那時候我就是 想續約 我就是想要解掉那個合約了 所以就沒有再跟他們增了 他們幫我們解掉這個合約 然後剩下的 就是那個合約裡面的錢 就是還要再繁回他們就是摺底的那個 錢還是要繁回 我是覺得說 今天如果你沒有打這通電話給我的話我也不會去 續這個合約 當初我也沒有想過要續這個合約 我一定再三的問你們說 這個合約是不是會被延長 他們都說 不會 然後結果事實上 都是用那種騙的方式 結果我的合約被延長了一年 如果你今天沒有 這通電話的話 我根本也不會做出這樣子的決定 這樣子的電話 通常都是你合約快到 他為了綁住你 所以會打電話給你 所以我現在就有下載那個來電顯示的 只要是台灣大哥大啦 或者是遠傳的 我通通都不會接 因為這兩家我都有被騙過 所以這兩家 只要他們的客服電話 我都不想接 然後 只要一旦合約快要到 他們就會一直打電話來 希望你能續約 所以 如果有遇到那一種 就是通話被 摺底的部分 你就要注意如果你是 覺得無所謂你沒有想要續約買手機的話 這個方案是可以的 但我現在都不會相信 客服啦 或者是門市的部門 去講說什麼 不會延長合約的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都是為了 讓你去 做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先把你騙到了再說 覺得 電信公司又來像詐騙集團 他 今天如果你是跟我們說清楚講明白 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決定我們要不要 但是他們都是用那種很騙的手把 來去做這樣的事情 就那感覺非常不好 那天 我就直接 那時候是台灣大哥大吧 我就直接跳到遠傳 結果遠傳發生了 另外一件事情 讓我又跳回台灣大哥大 我現在想要跳的是 如果通訊好的話 我可能想要跳到亞太 至少安靜一點 才不會被這兩家電信公司騙來騙去 你好 我要繳費 好 你需要手機的清潔嗎 不需要 這個我們現在有一個專案 是可以幫你的手機的網速做升級 這個升級的話可以讓你的網速更快 會比以前更快 喔 那這樣子我的合約會不會被延長呢 因為 畢竟是升級啦 是不是 那個合約就會被延長了 因為我有想要換手機 因為我的約快到了 我有點想要換手機 不會啊 這個合約怎麼會被延長呢 我只是幫你做升級 讓你的網速更快 這樣子而已 內容可能有一點 有點不一樣 但是 大同小異一樣 就是大同小異的這樣子的 情境就是 我媽媽他是遠傳的 他大概用了10年多了 現在還是在用遠傳的 OK 有一天他去門市 然後去繳費 然後門市的人員就跟他講說 現在有一個約會方案 那是可以幫你升級網速的 讓你的網速更快 你有沒有覺得最近的網速非常的慢呢 我們可以幫你做一個升級網速的這個方案 而且不用錢的喔 重點是不用錢 不用簽任何合約的喔 像我那個台灣大哥大那個也是一樣 直接電話說 喔好 他就直接幫我升級 直接幫我做那個優惠 那這個也是一樣 他就是說 我就幫你升級 合約都沒有簽喔 我說好 那我們就幫你升級 那 我媽那時候真的是有感覺到網速比較慢 所以他就想說 要去升級這件事情 結果要到他要續約買手機的時候 那我們就換了另外一家 的通訊公司了 就不是傑森了 總之反正就是要續約的時候發現 欸奇怪 為什麼約都還沒有到 而且 被延長了 一年的合約 所謂的 幫你升級 其實也是跟我那個電話的通訊被一樣 然後都是 被延長一年的合約 傻眼 都說好了說 欸不會啊 合約不會被延長啦 然後去問的時候他都一定會想說 啊我們有跟你說這個一定會綁約合約啊 重點是連合約都沒有簽 只是口頭講的 台灣那個他是說他有錄音 但是真的有錄音嗎 我們就不知道了 但遠傳那個 可能有監視器 總之他們的那種都故意用 套那種話術 然後還有什麼 你只要把那個合約降下來 每個月講 40元啊之類的 我朋友之前也有被遠傳的 騙過然後到時候 都不是他們講的那樣子 合約可能都會被延長 或者是你要多繳多少錢 都不是他們想 的那樣子 然後當你去申訴去講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那種很兇很兇的人的話 你好生好氣的去跟他們講的話 他們就會有一種那種 皮皮的就是耍爛的那種個性 就說 喔我們員工都有跟你講啊 是你沒有聽清楚啦 所以該做什麼 兩間電信公司 在台灣這麼大間的 電信公司 都是這樣子 都是用 騙的方式然後騙你的合約 就是要把你綁住在 台灣啊 或者是在遠傳裡面 然後 你去申訴他也會只是說他們員工都有講啊 或者是跟你說啊我們會加強員工的序列 其實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方案 那時候我去亞太問的時候 就問5G的方案 因為我現在 約快到了 我媽也有另外一家就是亞太的 所以我去問了這個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想要換電信公司 因為我覺得亞太好像比較安靜一點點 跟他講說我被這兩間電信公司騙的事情 然後他說 他就說 那個他們其實一定都有講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說 哪有他們就根本沒有講 就問他說我們的合約會不會被延長 都說不會然後到處會不會延長 然後他 他就只能笑 亞太的那個員工他只能笑笑的說 呵呵 那就是一個話數啦 他們就故意用不一樣的方式 就是不一樣的話數來去套你 但是在一隻消費者的感覺就是 你在詐騙我 你就是用這樣子 我都問你說 合約會不會被延長了 你跟我說 不會被延長 那到最後合約被延長了 那這不就是一個詐騙的手法呢 因為我已經明確的跟你說了我要續約我要換手機 然後我也明確跟你問了 這個合約會不會被延長 這是兩個 我被騙的經驗就是一個是我媽一個是我 然後一個是我朋友都是 遠傳跟 台灣的 那我自己本身沒有用 中華電信的因為我覺得中華電信第一個 他的價錢採的非常的硬 而且他在優惠的活動裡面也比較少 所以我根本沒有考慮到 中華電信的部分 我這個人呢 就是牆頭草 我沒有忠於哪一間電信公司 哪一間電信公司的優惠比較多 我就會稀碼到那邊 反正電話號碼不會變 所以我就是一個牆頭草 哪一邊的優惠多 偏偏大就是遠傳跟台灣的 其實的 他們的優惠的活動都比較 多一點點 所以就是在台灣跟遠傳裡面在那邊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的 但我真的覺得 有之前的經驗再加上我真的覺得 只要一旦約快到了 就覺得 很煩 而且約快到了時候 就 很不想去門市腳背 因為都有那種出不來的經驗 像我媽媽是遠傳的 我現在是台灣的 我去幫我媽媽腳背的時候 這個 門號是你在使用的嗎 這個門號不是我使用的 那你要告訴這個門號的主人說 這個合約快到了 目前我們有什麼叉叉叉方案呢 你只要趕快續約 你可以得到怎樣的東西 你還可以拿到家電 好 這個家電有什麼 功能 巴拉巴拉巴拉的 好我知道了 好如果你想要續約的話 我的名片在這邊 你可以找我 好 大概就被 在門市裡面困了大概五到十分鐘 就聽他講說 續約有怎樣的 優惠啦 然後那個家電有怎樣的功能 我都還沒有決定 不是我的約 我都還沒決定 然後就叫我回去跟他講 那你的 電信公司是遠傳的嗎 不是我不是遠傳的 那你一個月的費用大概是繳多少呢 呃我的合約還沒有到 喔是喔 那我是不是要幫你查一下 你的合約什麼時候到呢 呃不用 是喔 這麼可惜喔 你知道我們遠傳 有 很多的優惠的活動喔 對西馬的人來說 有更多的優惠活動喔 就是這樣子 他還會問你的家人 是不是遠傳的 然後他就希望你的家人 西馬到 呃遠傳裡面 然後有 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案 總之又聽他在講說 呃西馬有怎樣的方案 等等的 那我現在啊都會說 喔 不好意思我合約還很長 不管即使我的合約快到了 我也會跟他說 喔我的合約還 很長 要不然就直接說 喔我剛續約而已 就這樣子 他就 不會講 我媽他說啊 這就是他們的SOP 他們一定要講完這一些 然後他們 才是一個 就是SOP 他們才可以 好好的交差 我只是去一個門市 角備而已 真的有需要講這麼多 真的會續約的人 就算你不講這麼多 他們還是會續約的 我在那邊被困了5到10分鐘 我差點有那種 我走不出那個門市的感覺 然後到台灣 好 台灣的情境是什麼 你這個合約到了 你為什麼 不續約呢 現在目前啦 續約的話 有很多方案 尤其現在是4G 有5G有 特別的方案 4G有特別的方案 你要趕快續 要不那些方案 就會沒有了 我還在考慮 看看 那你為什麼不買手機呢 現在手機有很多的優惠 我續約跟買手機 有怎樣的關係 你合約 優惠講不過我 就要講 開始迷惑我 去買手機 我目前還在看 我想要的 買哪一支手機 我現在還沒有決定 我想要買哪一支手機 是這樣子 現在的手機 對啊其實有很多 看你要5G呢 還是4G 他沒有像遠傳講那麼多啦 我最近想要續5G 因為5G的話 亞太是走 那個遠傳 還是台灣的線路 所以我就想說 收訓應該會很好吧 結果 亞太的那個 店員就 吃了那個 誠實豆燒包的感覺吧 他就跟我說現在5G其實是不穩定的 其實很少地方可以收到5G的 訊號 所以 現在是續4G的訊號會比較穩一點點 我在想說 續4G的我好像就不一定要去亞太囉 因為我不確定亞太的收訊會是怎麼樣 有亞太的朋友可以跟我講一下 亞太的收訊是怎樣 因為我其實還蠻想跳脫這兩家公司的魔掌 但是 就沒有 優惠的很好的優惠方案 其實我就希望安靜一點 優惠方案 有 有 當然是最好的 希望就是優惠方案是有 是最好的 然後 手機的話一定會比較 貴一點 畢竟我的合約的內容不是很高 所以手機我就覺得還好 所以 電信公司 真的 你們應該要好好的檢討 回歸於 消費者的心態 而不是為了賺錢 然後都用這樣子騙的手法 要不然就是員工訓練好 給消費者的感覺 真的很差 我真的想續約的話 我就真的會續約 我就會問我的朋友說 現在哪一支手機 哪個是CP值 高然後又便宜的 那他給我了幾個選項之後 我就會去看哪個選項是我喜歡的 好那我就會選那支手機了 所以你跟我講這麼多 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因為我一定有一個既定的想法了 如果我以前沒有那個既定的想法 是我後來認識這個朋友我知道他對這方面有研究 所以我在續約買手機的話我都會先問他 以前 我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通常都是被牽著走 這支手機好這支手機好 但 有時候會 遇到你喜歡真的喜歡的手機 還可以的手機 但有的我覺得 就不是真的那麼喜歡的手機 這支我目前使用的華編 ROMO3也是他當初推薦我的手機 但我真的覺得用到現在 除了之前的資安問題 以外 我是覺得我用的還蠻喜歡的 就是用的還蠻習慣的 習慣的 我在錄影啦 拍照啦 我都覺得 還不錯 OK的 在畫面的呈現上面也是很不錯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啊 是因為天氣太熱的關係還是怎樣 我的手機非常的燙 我都趕快刪文那些影片 我在想說是不是影片的檔案太多了 然後導致他的巴勒拉什麼的 我的 實體器又掉 所以 他的這個實體器超容易掉 所以我起來會想說 合約 就是快到了換手機 然後問一下他的手機 但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就想說再演吧 可能到6月的時候再來決定這件事 我合約到6月嘛 那我就等6月再來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目前 准3級了 然後都快准4級了 我們新北都快准4級了 完全不能出門這樣子的 所以 就可能等這一波疫情 不叫 不叫 減緩一點我再去續約 他也有跟我說 去哪裡的話手機會比較便宜一點 但他說的那個地方 離我們 離我這裡我住的地方實在太遙遠 而且那邊算是 疫情還蠻嚴重的地方 我沒有辦法去 到時候再看看吧 反正我還有 幾個禮拜可以選擇到6月的話 可能6月中吧 再來去決定這些的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我大概 搞不好先用個WiFi來 反正都在家裡搞不好就先用個WiFi吧 因為我目前還是要思考一下 我到底現在我是要去哪一間公司比較好 亞太好了 還是哪一間公司好呢 這就是今天的一個聊聊不知道以上的問題 你有發生過嗎 還是你有其他發生同樣的 不一樣的問題 不一樣的狀況劇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會看喔 一起來 了解一下到底都用怎樣的話數 來詐騙我們的合約 不知道 今天的內容你覺得怎麼樣呢 有沒有覺得很氣憤的那種感覺呢 還是覺得我說詐騙實在太 誇張了一點呢 或者是對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見 歡迎在下方留言留言我都會給你一顆 愛心愛心喔 我是魚翼之兔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